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演员黄晓明和他的女演员妻子A Angela Baby在北京的一个慈善晚会上 照片 发心奢望了片头把 这一切都是浮华 诱惑和一些争议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 中国电影行业陷入了一系列丑闻的泥潭 这些丑闻是在真实不过的真实生活了 在这部长片的最新续集中 以前演员兼商人黄晓明被拖入了股市操纵计划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他参与了这几片局 但在中国证监会CSRC对深圳上市的金华制药集团 进行调查期间 他的名字出现了 根据发布的信息 该公司的非法活动 是通过16个股票交易账户进行的 其中一个账户是演员黄晓明开的 但接近中国证监会的消息人士 不愿据名表示 黄不会受到惩罚 因为他没有直接参与该计划 在社交媒体上 这位40岁的万人迷和他的女演员兼模特妻子Angela Baby就像电影《黄氏》一样受到大批女性粉丝的追捧 成功的商业 他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 拥有广泛的股票投资组合 并以1.7亿元和2470万美元的收入进入2017年度 布斯中国名人100强前20名 事实上 在黄的工作室在微博上发表了措辞抢引的声明后 这一事件不太可能削弱对他的吸引力 为了澄清最近的谣言 我没有参与股票操纵 声明说 我们将继续根据法律追究责任 不过 这只是在媒体聚光灯 下上演的最新一起高调事件 中国主要电影明星之一 女演员范冰冰在被指控逃税后似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范冰冰强烈否认了这一指控 不过 作为中国反腐行动的一部分 中国确实对该总价值约86亿美元的行业进行了重大调查 范冰冰会进监狱吗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问道 而其他人则担心 她被近看电影互遭到软禁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她的社交媒体账户甚至缺乏活动 随着投机活动的增多 中国的税务部门和电影监管机构 已经对不合理的薪酬和拜金主义降下了帷幕 拜金主义 通过误导年轻人盲目追逐明星 扭曲了社会价值观 今年6月 中宣部 文化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国家电影局 向新华社发表声明 提出具体建议 中国官方通讯社表示 她提醒电影行业 要留先考虑社会效益 而不是票房回报 流媒体网站新规定将限制演员在荧幕上的演出费用占总制作成本的40%以内 并规定任何演员的演出费用不得超过总成本的70% 目前已有9家主要的电视制作公司签署了协议 其中包括Cross E-Media 以及在线流媒体巨头爱奇艺 IKEYOKUYAKU 和腾讯视频 Tencent Video 制片人Linman Pictures New Classics Media Daylight Entertainment CN Media 和Yup Media 也表示将坚持新准则 国有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 本周早些时候报道趁中国主要的电影和电视剧制作公司周六 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 对所谓的天价片酬说部 人民日报在此前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补充道 有关部门也已承诺将加大对税物欺诈和逃税行为的惩罚力度 中国政府似乎决心要把Lolly英国礼语 现金的意思从中国的交合板中剔除 中国政府似乎够 社管阿�子 中国政府似乎是一此行影片 中国政府似乎之君 中国政府经� turtles何让那 gummy腥和逃税行为的 中国政府估论文章等级 選挥到成为溺丸山的 Megaado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